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带播古偶剧,肖战,热巴,杨洋,杨子堪比神仙打架,哪部汇报? 要说近年来的古偶剧,质量都比较一般,很少再出现现象级的大热剧 但对于正在拍摄或者已经拍摄完毕,紧急后期制作中的古偶剧,可是期待值满满 演员阵容也是堪比神仙打架,看完后一整个期待著,就是不知道这其中哪部剧汇报? 迪丽热巴一人手里就握有两部十分被看好的古偶剧 一部是和任嘉伦合作的《欲交际》,这部剧从造型到演员,都让网友十分满意 尤其是被称为希望可以古装扮永久的任嘉伦,这次和迪丽热巴,十分让人看好 两人从颜值上就很搭,高颜值组合着实让人看好 路透被爆出来后,任嘉伦的造型让人直呼期待,和迪丽热巴也非常有CP感 迪丽热巴与龚俊合作的《安乐传》,看过演员表后就知道寒丑量绝对不高 热巴龚俊的海报一世出就引来无数好评,龚俊古装造型十分俊美 热巴古装造型不用多说,一直都十分在线 这次和龚俊合作《海报》中撒娇的模样也让人觉得,热巴在这种剧上确实很天分 小表情拿捏得太到位了 唯唯曲曲还撒娇,直接击中粉丝的心 女土匪和太子的爱情,一整个客道了 杨子在古偶剧上也让人十分期待,适合诚意合作的沉香如泻 这次杨子的造型也是活泼可爱,十分灵动 两人演技好颜值又高,直接就把CP感拉满了 剧情也完全就是香蜜和琉璃的结合版,虐上加虐 想必播出时,一定会赚足观众的眼泪 杨子的炎蛋大家期待起来吧 罗云西古装造型一直十分被看好 可以说她特别适合古装剧,颜值造型怎么搭都不会丑 她的新剧《长月静明》路透一经爆出 就让粉丝直呼完全就是直接封神 让人对小说中魔尊,大反派的都有了脸 她在剧中造型十分多,基本上每次路透出现都是新的造型 但台际魔化的造型,真的让人觉得罗云西天生就是为这种角色而生的 适配度太高了,装造直接给满分 让人觉得以后的古偶剧旧的照 这个标准卷起来,至少不能比《长月静明》的装造差 肖战与任敏合作的《玉古遥》也是悲剧基调 试图虐恋,从预告片中来看,肖战和任敏的造型十分惊艳 肖战的时影白衣飘飘,和《未无限时期》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把仙人那种缥缈的感觉完全给演出来了 对于这部剧,粉丝早早就开始期待了 杨阳和赵露丝合作的且是天下开拍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就被传出恋爱的绯闻 片场杨阳也十分照顾赵露丝 两人在拍摄期间从路透来看,CP感十分强 杨阳的古装造型一直都十分看好 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赵露丝也属于甜度很高的颜值 这次两人的合作,讨论度热度一直很高 配角也都是男帅女美 还有小龙女姑姑李若彤 扬眼程度直接拉满 这几部古偶剧都是粉丝们很看好的剧 主演们颜值也都是高配 基本是没啥寒丑量这几部剧要都能在今年内播出 想必真的要打架一番了 不壮荡还好 但是要壮荡 那就不好说了 不过这些都是猜猜猜 具体还是得以真正播出为准 如果评价不对 那就当小编没说吧 02接下来的信息 有着小刘亦菲称号的她 四部作品由洋洋肖战徐凯助力 想不火都难 我是积极开朗的创作者一灵姐 为大家带来多角度高质量分析影视细节 饭圈最不缺的是什么 就是清一色美女了 但是不少演员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可还是靠自己的实力 但是不得不说靠美貌成功出圈的还是少之又少 那么这一位就是靠美貌成功圈粉无数 网友还给她取了小刘亦菲的外号 她究竟是谁 其实就是王楚然 很多人也会问了为什么她会获得这样称号 那么刘亦菲大家都熟悉了 有一个非常显著西京的特点就是仙女气质不赖 那么王楚然也不例外 就是因为自带仙女气质 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刘亦菲 除此之外 她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那种滑而不实的花瓶百见 如果你这样看表面那么就错了 那么她也是有不少作品的 例如出演过这几部剧将军在上清平月您好 母亲大人 除此之外 还有四部带播剧等待上线 这个资源简直火爆的不要不要的 为什么说如此火爆 火爆的原因就是除了她自身资源好之外 其次就是每一部都有顶流明星助阵加持 这个也是为播鲜火的原因 第一部上时 这一部是今年的王诈作品 于22日已经开播 这部剧主要是由徐凯 吴锦妍 王楚然 王一哲 和瑞贤四位领衔主演的爱情古装剧 主要讲的是上时局的宫女姚子金美食道路 如何升级打妖怪 在这个期间意外地认识了朱瞻基 从而开展了爱情故事 那么这部剧除了徐凯和吴锦妍这两对CP之外 徐凯搭配王楚然这一对CP也很好喝 那么在这部剧中王楚然扮演的是苏月华 在这部剧就是姚子金是他的对手也是情敌 第二部相逢时节主角阵容也是很强大 主要是由雷佳音、袁拳、张艺兴、王楚然四位领衔主演 男二还有这四位梁冠华、贾乃亮、李乃文、张力加持 也是一部情感剧 这部剧也是讲述了两代人的恩怨情仇 讲述了如何去面对中年危机以及解决矛盾的故事 那么这部剧有个亮点 就是王楚然和张艺兴两个人首次合作还是扮演情侣 这对CP太好喝了 毕竟颜值这两个人没话说了 第二个演技也是获得了不少观众认可的 第三部《玉古瑶》这部剧主要是由肖战、任敏、王楚然、方艺伦四位领衔主演 还有这两位韩栋、王子齐特别出演加持的大型古装仙侠剧 这部剧主要描述的是石影和猪延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在这部剧中王楚然虽然扮演的是女二号 但是也是一个拥有才貌双全的女二号 想必届时肯定也是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角色 第四部《我的人间》 《烟火》这部剧主要是由杨阳、王楚然两个人领衔主演的都市甜宠剧 这部剧目前还在拍摄,这部剧主要的亮点就是将消防医疗爱情三种元素完美结合 核心点还是讲了男女主怎么扶获相依的故事 颜值肯定就不用说了,演技也是杠杠的 那么这两个人也是首度合作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一起期待吧 结尾,四部剧已经有两部作品在热播中 还有两部剧待播,目前看也是为播鲜火的节奏 每一部都有顶流明星和演技演员合作 王楚然目测这是未来的黑马一梅呀 肯定离爆火不远了 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她演技和颜值如何? 欢迎留言处评论一下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